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是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的應用題 好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它告訴我們說 辦公室要購買相同款式的桌子跟椅子 好 椅子的張數是四張 椅子的張數是四張 然後呢 桌子是三張 它說椅子四張的價格跟桌子三張的價格是相同的 好 然後呢 它又告訴我們說 買六張椅子跟五張桌子總共要付一千九百元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題目給我們的描述把式子列出來 椅子的價格乘以四 會等於桌子的價格乘以三 好 以及第二個 六張椅子的價格叫做椅子的價格乘以六 加上桌子的價格乘以五 總共的金額是一千九百元 好 如果我們都要用椅子跟桌子去寫式子的話 這樣也太辛苦了吧 好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給它假設位置數 我們可以先設 椅子的價格是X元 桌子的價格是Y元 好 椅子價格X元桌子的價格是Y元 我們把位置數替換進去 這邊就會變成X乘以四等於Y乘以三 下面第二個式子就是X乘以六 加上Y乘以五等於一千九百 我們把式子重新寫一下 好 X乘以四就是四倍的X等於三乘以五 Y乘以三就是三倍的Y 以及第二個式子 X乘以六就是六倍的X 加上X乘以五 Y乘以五就是五倍的Y等於一千九百 好 先前學過解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的方法有兩個 第一個是加減消去法 以及代入消去法 所以我們觀察一下這兩個式子 好 我們必須要用什麼方法把X跟Y算出來呢 好 我們可以這樣子做 我們把第一式乘以3 會得到四乘以三是十二倍的X 會等於左邊乘以三 右邊要乘以三 三Y乘以三是九Y 好 以及第二個式子 如果今天把第二個式子乘以二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十二倍的X加上十倍的Y 會等於三千八百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把第一式十二X等於九Y的這個部分 我們把它 替換到第二式的十二X 我們就可以得到九倍的Y加上十倍的Y等於三千八百 好 九倍的Y加十倍的Y等於三千八百 也代表說十九倍的Y就會等於三千八百 Y就可以算出來 Y其實是兩百 好 Y等於兩百我們再代回到一開始假設的式子 4X等於三Y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就可以知道 原來4X會等於三乘以兩百 好 X就等於四倍的X等於六百 X就等於一百五十 好 透過這樣的假設跟運算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椅子一張的價格是 一百五十元 桌子一張的價格是 兩百元 好 接下來 我們再來看看第二個練習題 第二個練習題它告訴我們什麼呢 它告訴我們有一個兩位數 例如說可能是三十二兩位數 好 各位數字的兩倍 比十位數字的七倍還多二 好 它又告訴我們什麼呢 它說如果啊 將各位數字跟十位數字對調後 得到的新數會比元數的三倍還少二 我們要求這個二位數是多少 好 所以首先我們要先確認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這個二位數的值 我們要怎麼表示呢 例如說有個二位數三十二 它的值 我們應該要怎麼寫呢 其實它可以寫成 三乘以十加二 為什麼呢 因為 十位數字你要乘以十倍加上各位數 才會等於它的值叫做三十二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思考這個題目的時候 也要運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思考 好 我們來試著把式子列出來 好 第一個部分 我們把十位數跟各位數的位置標出來 這樣大家可能會比較好想吧 好 十位數跟各位數 好 它告訴我們 十位數字 各位數字的兩倍 等比十位數字的七倍多二 那我們可以先假設一下 我們先假設 十位數字 十位數字 十位數字是x 各位數字 是y 好 十位數字是x 各位數字是y的情況下 我們把它寫出來 它就叫做xy 好 所以 各位數字的兩倍代表y y要乘以2 會等於 十位數字的7倍x乘以7 好 各位數字的兩倍比十位數字還多二 代表右邊這邊比較少 我們要給它加2 好 十位數字加上了2以後 就會等於各位數字的兩倍 好 它要給我們第二個條件是 如果今天各位數字跟十位數字對調後 所得的新數比元素的三倍少2 這裡代表是 它的值比它少 值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32的值就是3乘以10加2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說 元素的值是什麼 原本這個數的值 好 元素的值 元素的值我們可以寫成 瓜弧10乘以x加y 好 新數的值呢 新數的值代表它應該要換位子 叫做yx 新數叫做yx 所以這邊它新數的值就是 10乘以y加上x 好 那題目給我們的條件是 對調後 新數是比元素的3倍還少2 所以 新數比元素的3倍 所以元素10x加y 我們給它3倍 好 會等於新數怎麼樣 等於新數加上2 因為新數比元素的3倍少2 所以新數加上2以後 就會等於元素的3倍 好 所以兩個式都有了 我們就可以來練習 先前學過的 加減消去法跟代入消去法解出位置數 我們先把第一個式子整理一下 第一個式子 2y等於7x加2 我們把數字都移到等號的右邊 會得到什麼呢 我們會得到7倍的x 減掉2y加2等於0 好 接下來第二個式子我們整理一下 3乘以10x 3乘以10x 30x 3乘以y 變成加3倍的y 會等於 好 10y加x 加2 好 我們把40整理一下 都移到等號的左邊去 30x 減掉x 減掉x 加上3倍的y 減掉10倍的y 減2等於0 好 所以 整理過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 29倍的x 加上 sorry 是減掉 7倍的y 減2等於0 好 所以我們再把40整理一下 把40整理一下 那我們要怎麼樣計算出來呢 好 我們把它寫下來 首先 7x 減2y加2等於0 以及 29倍的x 減掉7y 減2等於0 好 我們把第一次乘以7 乘以7我們會得到什麼呢 我們會得到 好 77是19倍的x 減掉14倍的y 加14會等於0 好 第二次呢 我們也把它乘以2 好 變成 58倍的x 減掉14倍的y 加1-4 加1-4 會等於0 好 這邊 我們來 用 什麼式子可以 用什麼樣方法可以把它 x跟y算出來呢 我們可以用 第二次 減掉第一次 第二次減掉第一次的結果 就會得到 好 58-49就是 9 9x 好 -4-14就是 -18 等於0 好 9x等於-18 8 所以x就會等於 2 因為9x就等於18 x就會等於2 好 所以x等於2的結果我們就可以帶回去囉 x等於2帶回第一個式子好了 帶回去第一個式子 7乘以24 -2y 加2 等於0 我們就可以知道 16等於2y y算出來就是8 所以 我們所假設的是 元素是x是 實位數 所以就是2 心數y就是8 所以答案算出來就是28 好 以上就是 兩題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的應用題 1 1 2 2 2